肾不好啊,百病丛生 药王孙思淼呢,传的养生方法当中有一个穴位 他呢,用来补肾壮阳 人要想长寿呢,就应该养生先养肾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我来问问身边有没有说边尿尿边看的习惯 其实不要觉得这个难为情 其实啊,这是个好习惯 每天呢,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 是不是有发黄,是不是有泡沫 还有观察一下自己的小便的次数是不是多 包括是不是咽尿多 这个呢,还真能预防一些个肾病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肾四二变 就是大变和小变,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呢,平时还可以学一些穴位 没事的时候按一按,揉一揉 更有助于强健肾脏 就我们说的补肾 今天我跟大家说的这个穴位呢 就是永泉穴 大家可能都知道相传呢 我们的药王孙思淼 这个老先生呢,他高瘦了141岁 当然呢,各种点子记载的不同 最高的说他活到了140多岁 那这个穴位呢,其实也就是他的一个长寿秘诀啊 这个穴位呢,是足少音肾经的穴 它的位置呢,比较特殊 它呢,就在我们的脚底本 脚底本上就唯一的一个穴位 就是这个永泉穴 它的位置呢,就是前部凹陷的地方 如果说你平时精神状态差 身子骨又弱,脸上没有气色,黑黑的 所谓这个脸色黑嘛,黑主肾嘛 头发呢,也有大巴的掉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试一试这个穴位 这个穴位呢,能够一肾一血 还能舒筋活络 另外呢,现在我们知道的很多那个脚贴 其实要贴的脚呢 就是贴到了这个永泉穴这个地方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接着讲 如果你有什么健康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观众王医生,一起做中医传承人 咱们下期待